發現其實就是很清爽的三行 所以執行清楚的話一行嘛 按下去它一下全部都不見了 那如果你要把資料再查一遍的話 按一下它 那就OK了 那你說老師 這個執行的時候動作太快 有時候我不太了解 到底哪一個地方出錯 那我如果想要慢慢看說 它每一行程式 到底產生哪個效果的話 其實我建議各位 如果你想要慢慢看的話 你可以先切到VIOBASC 然後呢 記得這邊有一個叫 針錯裡面的這個F8 這個F8真的蠻重要的 因為它可以一行一行看到那個效果 像我剛剛做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按F8 它會先第一行 你可以先這一行 試試看 所以它過了這一行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有沒有什麼變化 這個地方你可以觀察一下 它會把這個公式 放到這個地方來 這邊就有了 OK 那你可以再觀察一下 游標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看看有沒有這個公式 有這個公式了 那表示這個動作是沒有錯 可是如果說 假如說呢 奇怪你把公式放進去之後 結果怎麼跟 跟那個老師做的結果不一樣 那你可能就是要 再看一下這個公式裡面 比如說這個地方實際上就是一個什麼 問卷調查的工作表名稱 所以經濟後前面一定是工作表名稱 那如果假如說 它裡面得到的結果好像是0 還是什麼 那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你的這個 前面的那個表 是不是名稱不是叫問卷調查 或者是說 你多了一個什麼 其他的 這個這個不一樣的名稱就會產生錯誤了 OK 然後向右填滿 所以這個儲存格向右 所以也就是你把他向右拉到歐欄的話 那其實寫出來 就是類似像這樣 Range B2 所以其實有一個 比較關鍵的方法 就是利用它做一個什麼方法 Auto Fill 那Auto Fill的話就自動填滿 那自動填滿有幾種方式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向右填滿 一個是向下填滿 那因為這個是向右填滿 所以你後面會加一個參數叫Distination 然後冒號等於的話 那就跟他講Find 所以他會針對指定的B2到O2 幫你向右 所以填滿過來 那後面多一個參數叫Type Type的話叫什麼 Axel Fill Default 也意思是說 預設的 所以如果假設 有的時候我習慣會把它試試看 比如說如果這一行沒有的話 會不會影響 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就把它刪掉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假設那一行我不要對不對 假設他要多一個叫什麼 Type Type就是形態的參數 然後他用什麼 Axel Fill Default的話 預設值 用預設 預設值等於是不是可以不要 不過我不確定的話 我把它刪掉之後 按F8試試看 欸 刪掉OK耶 所以顯然怎麼樣 那個是不用的 因為它預設值 所以如果假設你需要 如果它更精簡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把它刪掉的 其實跟各位講啦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也可以刪掉 Distination 冒號等於 這也可以刪掉 為什麼 因為它那個參數 其實本來就一直放這個啦 所以其實參數名稱不要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如果我們不確定的話 可以把程式再拉上去 再跑跑看 沒有問題 OK 你說這個是不是也可以在精簡 其實冒號等於 可不可以拿 可以啦 有沒有 然後這個也拿掉了 那這樣的話呢 按F8 下下填嘛 也OK 所以你會發現啦 如果這樣改下來的話 其實很多程式 基本上是都可以不需要寫的 也就是說以後 如果假設你不用錄製了 你要自己寫 其實也是OK的啊 有沒有 應該不難理解吧 所以呢 如果以後自己寫啦 你就是 增加一個模組 然後寫一個SUB 名稱叫做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聚集也可以啦 然後呢 游標 記得是這個嘛 然後輸入 我們已經做了公式 然後向右填滿的話 就是 向右就是 這個儲存格 AUTOFILL 那給它一個範圍 就是這個範圍到這邊 然後向下填滿的話 就是把這個 再搬到下面來 然後AUTOFILL 然後到哪裡呢 跟它講到最下面 有沒有 其實應該也不是那麼難記吧 那以後甚至這些 如果熟的話 連錄製都不用錄製 直接就寫這樣就OK了 那清除更簡單 清除就是針對這個範圍 所以這個範圍 給它空的 那這樣執行起來 那就會是清除啦 所以這個部分 請各位就是把 今天主要大概就是錄製聚集修改 精簡 就完成了 所以RUN起來 其實我覺得還滿順的 有沒有 一RUN 自動就幫你執行完畢了 所以啦 假設你 懂得比較快的方法 沒有人喜歡慢慢來吧 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 哇那一天的事情 可能每天都要重複做很久耶 所以有的人每天說真的 他做的事情真的不多 但是就是花很多力氣 可是如果可以把他的工作 每天做的事情 把他寫一個程式出來的話 可能他一整天基本上 就按個按鈕的動作就結束了 真的喔 你會發現職場上很多這種人 他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固定的 OK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會寫對應的程式啦 說真的他的工作其實就結束了 但是就是目前很難找到 可以做這件事情的人 那我剛剛提到啦 其實你們的優勢就是你們 至少學習這個東西 會比年紀大的人來得更快 所以也許可以不妨思考看看 好 然後再來的話 最後我們後面還要做樞紐分析 跟樞紐分析圖 樞紐分析表 所以假如我今天這個問卷調查已經做完了 其實為什麼需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有辦法把資料查出來 那你就沒有辦法做插入樞紐分析表 也就是沒有辦法做後續的統計 所以如果我想知道一件事 到底這個雜誌啊 主要的族群是男生多還是女生多 佔比個多少 你要怎麼知道 OK 這個時候的話 最簡單的 就是你會用樞紐分析表 其實就有答案了 因為這裡面好像總共有多少個作答的內容 我看一下150嘛 所以150到底男生多還是女生多 這第一個 第二個年齡到底哪個範圍最多 佔比個多少 你怎麼知道 第三個呢 教育程度哪個最多 還有職業哪個最多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針對這幾個欄位 幫我得到佔比的多寡 並且會是出佔比的話 最好是什麼 最好類似像這種圓形圖 可以看到啦 不過再看 如果以佔比來看的話 當然男生好像居多 如果有這資料的話 馬上可以得到答案了 所以男生好像百分之五十九 那女生四十一 那其他的話年齡部分的話 這些佔比最多好像是哪一塊最多 這一塊 這個十六到三十是最多的 那怎麼繪製啦 當然你如果 繪圖的話呢 比例部分大概圓形圖 比較容易 看得出那個 這個哪個比例多 可是如果你看數量的話 你可以用直條圖 可是看好像數量這樣子 以這個資料來看 好像似乎用圓形圖 會比較能夠得到我們想要呈現的那個樣子 其他當然還有職業啦 還有教育 這個等等的話 好那後面的話呢 甚至如果我想要知道 第一個 到底這個是第一個剛剛講的佔比 第二個的話 哪一類的設計雜誌最受歡迎 那我怎麼知道最受歡迎的雜誌有沒有這個欄位啊 最受歡迎 最受歡迎應該是最常買的啦 有沒有 最最常購買哪一類雜誌 所以如果想知道說這裡面哪一個類的雜誌 比例最高的話 那一樣可以用書紐分析表 然後再來的話 購買設計類雜誌時主要考量因素 為什麼會買哪一類的 那當然這邊有個欄位啦 這邊有個叫購買時主要的 考量因素 包含就是說呢 像什麼本期的專題報導啦 價格實惠 名人推薦 業術多寡等等的 那哪個多哪個少 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書紐分析表 可以很快的把那個結果給統計分析出來 那最後一個是最難 因為他這個是跨 剛剛都是單一個欄位的資料呈現 可是如果說你希望知道什麼 如果不同年齡層 他會購買的設計類雜誌 到底有什麼差異的話 這個就有需要兩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是年齡 年齡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就是 他這個什麼呢 第二個的話是根據什麼 設計類雜誌的種類 所以哪些年齡會購買什麼年齡 跟什麼設計類雜誌 所以需要跨兩個欄位的統計分析 所以樞紐分析表怎麼跨兩個 甚至如果說我希望還要加第三個條件 比如說除了年齡 會買什麼雜誌之外 我還希望說呢 知道說他是什麼性別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再加一個條件 也就是透過這種統計分析 你至少可以比較清楚知道說 我們產品裡面 哪些東西是哪些人 會買的最多的 那這樣的話你針對不同的年齡 去行銷的話 相對會比較正確 因為你賣化妝品 你總不可能找一個男生 當然女生會比較多 男生也不是說不愛漂亮 可是應該目前會化妝的男生 應該是有啦 我發現現在很多男生 還要化妝還要保養 但是基本上呢 一定是相對於女生會來的少 可是女生到底哪個年齡層 使用化妝品最多 那你大概如果知道的話 再針對你要統計分析的 就會比較簡單 所以請各位 也許可以先看一下雲端白板這邊 總共有四個問題 因為今天時間可能沒有那麼充裕 所以這可能自己再玩玩看吧 比如說針對性別好了 性別你可以先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他會先把範圍選起來按確定 然後性別的話 你可以先把性別拖到列 性別再拖到值 他就統計出來了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呢 做樞紐分析圖 然後畫一個圓形圖出來 然後並且把這個圓形圖 放在這個位置上面 並且把男生比較多的這一塊 把它往外拉一下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性別統計圖了 那其他都一樣 所以這個的話 這個也許就是把它改一下 叫做性別好了 性別 或者叫性別統計好了 那你可以馬上可以知道 原來我們的雜誌 但是男生還是居多 那你當然還可以再切回來 切回到問卷就要刮52 那年齡的部分一樣 插入樞紐分析表 一樣按確定 然後把年齡拖到列 年齡拖到值 那這樣就有了 你會發現哪個多啊 這樣看好像是16到30啦 不過看數字有時候不直覺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在樞紐分析圖 裡面的圓形圖 然後按個確定 那你一樣可以把這個結果 給呈現出來 有沒有 那如果要凸顯說年齡最多的那個區塊 你可以再去點這個吧 應該是16到30這邊 然後把它往外拉就可以了 不過你可能想說 老師那我希望那個圖說 不要說看這個 在這邊看好像有點不太清楚 可不可以直接在上面顯示那個文字啊 如果你要直接顯示文字 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新增資料標籤 有一個叫新增資料圖說文字 你把它按下去 它這邊就出現了 那這個時候這個有點多餘 你可以把這個叫圖例 Delete掉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就很清楚了嘛 所以以後呢 你在呈現資料 就會非常的容易 所以這個當然後面 請各位自己在做後續的 這個叫性別統計嘛 那這個叫年齡統計好了 年齡統計 那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 請各位把那個什麼 剛剛的聚集這個完成 然後也試試看 做一些簡單的統計分析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